挖掘新聞內幕 挖庫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第一位是顧問講師陳佩珍 佩珍好 大家好 佩珍英文名字叫Selena 是的 是 那另外邀請到的是律師歌手蘇明淵 黃毅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那明淵要簡單先介紹一下 他是這個我們金曲獎的歌王 不敢當 金曲獎的歌王 那臺語歌王做律師要拿的歌王 真的很特別 可以說絕無僅有 那他今年又入圍了 先預祝你能夠踏上舞臺 在哪一座 謝謝 好 那待會兒你會聽說 他怎麼唱歌好聽 今天要表現一下 好 那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命令老師 周應俊 周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癡商心理師周慕之 鄭大哥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那慕之呢 以前寫情緒勒索 寫得非常好 超級暢銷書 賣了幾十萬本油 對不對 二十多 二十幾萬本 現在一萬本就剩上銷書了 現在可能五千就剩上銷書 那不是說大家不看書 而是說大家從這個網路上 電子書去看 那而且他的書被很多國家都翻譯 翻譯他們的文字下去出版 那最近他最新的書叫修辱創傷 那為什麼想寫修辱創傷 其實從情緒勒索到修辱創傷 我一直以來都一直覺得我們臺灣的文化 有一個很難去指認的一個傷痕在裡面 然後那個東西很難去說 所以我其實一直很想要去試著 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那寫出來不是說要怪誰 比較像是說 如果這是一個文化性的東西 我們有機會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 去處理 去面對 然後不用再複製下去 就要抓狗體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對我們整個環境 其實是比較好的 大家壓力也沒那麼大 是是 那因為我們今天主題叫自己的人生 自己決定 我說實在 因為我小時候比較大 我覺得很多人的人生都沒有自己決定 都是北部決定 台北恩 醫情醫情都這樣 是是是被迫 所以講現在人講自己的人生自己決定 你會覺得天方夜譚 那其實以前是真的 就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決定 那我們今天非常難得邀請到的就是蘇明淵 那明淵呢 他本來就去逛簽約了 後來就去做律師 後來是華語歌手 後來變成台語歌手 然後得到金曲獎的台語歌王 那先請教你就是說你十九歲的時候 據說就已經被遷走了 那時候是參加歌唱比賽 以前沒有那個選秀節目 就是說你如果要出場 你就要四間去參加比賽 對 我那個比賽剛才會 很多製作人都做評審 那製作人聽到你的歌聲 就有機會可以找你出唱片 所以我那時候是也是一個比賽 然後那個黃大軍 他是當時很有名的製作人 他在下面當評審 那我還沒拿到獎 他就把我交到後臺去 結果我說你想不想出場片 然後我就一腳踏進去 你說是高中生嗎 沒有 大學生 大學生 大學三十幾 簽約的時候 就是一大本 一堂 我剛才讀了 我應該要一堂一堂好好看 虎大法律師 我剛才就寫到最後一堂 簽名的時候要簽下去 因為我太想要出唱片了 所以內容沒看 我完全沒看 因為我很害怕 我在台北兩個夢想 第一個夢想是要 因為學法律 要考慮是製造 第二個夢想是 我希望我的聲音能夠錄製唱片 但當時這兩個夢想都很困難 我記得大一的時候突然唸到一半 就看到一則新聞 說當年的律師高考只錄取十六個人 那時候很難考 很難考 對 是一直到我大四那一年才放寬成 好像是兩百多個 所以這個考律師 那時候是非常高的門檻 所以我就先把它勾一邊 因為我那時候很喜歡音樂 我就先一頭摘心去 先不考律師 先不考 我就想說既然兩個夢想 一個那麼困難 我就先去追夢 那就剛好那一次機會 我就就拿到了 簽唱片合約的機會 就是要寫的時候 我知道我看我一段時間教養 就是說那時候我十九歲 十九歲未成年人的這個 限制行為能力的契約 要讓爸爸看 這效率未定 所以他需要有法定代理人的簽名 我就拿那個合約 我連夜坐國光 我回去高雄 高雄落地人 我落地 高雄我就把那個客人 心情很高興 我很高興 我爸爸不是這樣想 我已經有簽約 歌手 坐國公的 要回去讓爸爸看一看 我很高興 因為我想說這是紫世函的夢想 要特性了嘛 我爸爸就要簽約了 我就給他解釋說 我拿到手機合約的機會 但是我爸爸一開始是很訝異的 他說你怎麼有這個機會 我解釋完 他就從訝異馬上轉為極端的憤怒 極端 非常極端 有多憤怒 就 破口大罵 我是開錢讓你去台北 讓你住 讓你穿 讓你生活 你要好好打掃 你如果可以打掃到三年的時候 跟我說你要去出手機 我那時候他派 我比他到派了 我的想法是說 雖然你是我的爸爸 但是你也不能這樣 轉字 對 就是說我這個孩子的 這個夢想要特性 你很簡單 你簽個名字而已嘛 你為什麼連簽名就不欠 所以我的時候是不會想 我是說對我來說 這樣實在是想過不公平嘛 所以他派我比他到派 我的夢想 我就再坐車回到 哎唷 以前的士大人 像這種狀態就有一句話叫做 沒聲勢 生兒兒做戲 因為他那個唱歌 他認為是好像是藝人 藝人就是做戲 以前的人 他就是非常非常沒辦法接受的 就是這一點 以前做律書 對一個士大人來說 那個夢想是大人 但是作戲他就覺得很簡單 他不知道現在的作戲 那個演戲要演到出名 是不簡單的事情 但是以前的人沒這樣關聯 他覺得作戲是一個比較多的 爸爸沒簽 沒簽為什麼 沒簽 因為保守的農村社會嘛 對 他要在那些朋友面前 要臺德市場來 就是你小孩很會有特色 對 我的兒子在台北做律書 對啊 所以農村要脫貧 其實他們都很辛苦 也不希望看孩子那麼辛苦 唯一的辦法就是好好念書 拿到一個 翻轉命運 我就回到台北後 我就不熟悉了 環境到過一年 我就生年了 我就可以跟他簽 自己可以簽了 不過每天我想起這個事情 我真的有慰勞 因為一直到我做爸爸 我就知道說 其實當初我爸爸做的事情 是一個爸爸應該做的事情 他年輕的時候 環境也是一樣 有一個挫折 對 他希望孩子不要走一條這裡 他要走的路 所以像是有很多人幫你幫忙 你突然就扣起 扣你自己就好了 你扣三年會對 你扣五年 所以他就當初是反對 我想一個爸爸的心態 就是可以理解 是 那所以隔年你還是簽了 我就簽下去了 簽下去 我就去關手機了 一開始就對於老師後面 替他做這個作為助理 這方面換自己創作寫歌 一直到兩年後我就發手機 那時候我是一個很主流的手機公司 我老闆娘叫做金瑞雅 大名鼎鼎 飛翔你飛翔我 來來來來 不好意思 不要吵 對 所以你發展得怎麼樣 所以那時候你都唱發育嗎 我唱發育 第一張還可以啦 不然可以出第二張 對 但是出第二張之後就扣下去 好像心情不好 不好我就開始一陣子 就是很刺激 很刺激 想說自己的嚴格 無法突突發揮 那時候就是 假如你在等 等於說 簽名公司不知道要幫我做第三張 那時候我是一個小孩而已嘛 不知道說大人的世界是怎麼想的 所以我不斷就寫歌 寫歌 那就是每一邊寫都去幫我拿 不然一直到兩三年之後 我才想說 人家已經不意願 要幫你請 不意願 還要幫你繼續出品 不然就好 其實我們看到蘇明淵當金曲歌王 刮手 是說很多刮手 可能幾萬人 我們都不知道 他現在流落何方 對不對 你是有名的 所以今天上節目來談 侃侃而談 多少人想走這條路 有個夢想 但是他後來 走不成的 很多很多 就沙灘死在 什麼 潛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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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 待會兒再聽你的故事 來 先休息 今晚到 那明秀 這個明淵 你簽下兩張 成績不太好 收入是什麼樣的 那時候簽有一個保證的 保證的 我記得四萬張 要四萬張才有板碎 要搶到四萬張才可以拿到板碎 這最低的門檻 是 我記得我兩場市民都沒賣到四萬張 那我知道我有拿一些刮車蝦瓜 幫方紀維 孫耀威 施文斌 洪龍宏 我有鐵營蝦瓜 這都大排 對 所以我有一些搬水的修律 但是搬水就是百年多一遍 生活還可以過得去 是 後來呢 後來 後來那一陣子就是因為要全身讀書 沒辦法繼續蝦瓜 也沒辦法去餐廳 你怎麼有付不出黃豬的 有 那兩天很辛苦 因為那就是要全身讀書 沒辦法去打工 所以那個搬水就半年再夾一遍 就要撩 錢還沒拿到 所以那時候也是很結局的 那漱水也沒出來了 水電池也沒出來了 生活費也沒辦法生活 我記得最慘的就是 已經決定要買科律師 那時候就有一些磕到的動物 把我開一個小檔 小檔三五十分 以前律書真的不好考 那個我剛才去重新南路去 一分一分找 對 我跟他說 買這些要花三萬幾塊 這個我三萬幾塊拿不出來 拿不出來 我那時候 我想說這樣要怎麼辦 你不買這些要找 要怎麼準備口試 我剛才跟我當初是一支 那時候在錄音的時候 比較好的基達 比較好的琴 買我 買我 拿去 拿去 行鑊 但是我一拿去 我就負責了 我覺得自己是很不應該的 這支琴 對我這樣不離不棄 我快樂的時候 背負責我 最深的時背負責我 甚至也讓我這樣刻意來塞冠 也是探金做的錢 結果需要他的時候 我就拿去賣 所以我每天去櫥窗 經過我要去圖書館的時候 經過櫥窗我去看 看他又跌了沒有 結果呢 回家是回家 不是 他是把他去行鑊 去行鑊 去行鑊 結果差不多我第三天或第五天吧 我回家問一張開 我看那一支琴 像我在我的客廳的沙發出現 怎麼會這樣 對 我當時的女朋友去買回來 這個女朋友沒高能 怎麼可以 這樣以後 他就想說 他看得出來 他說 你真的做這個事情 他說沒關係 你先拿回來 我有發覺說你貪民家的緣分 就結束了 所以他看得出來 他也看得出我們的不中意 所以他說沒關係 你的身體去買車 放心 他現在是我的太太 我就一直想要幫你問 那你怕問下去 如果不是 這樣還很不好意思 是真愛 是真愛 這樣就變丹屬米了 對 這樣就秦 秦相連了 就是這支嗎 這支 這是這個琴 這個琴應該是很好的琴 當然當時可以賣到幾萬塊 對 對 後來失而復得 失而復得 每天走過 那個琴賣的唱什麼 下起行 抗他還在的時候心情怎麼樣 心情鬆一口氣 對 但是也難過了 因為會覺得說 那我的書可能就沒有著落了 你要考慮是 對 所以那個心情是很矛盾的 很複雜的 因為一方面希望也把它賣掉順利能夠把那些書買回來準備考試 你當時也蠻帥的 還可以啦 那你欠錢怎麼不再跟你爸爸說一下 怎麼可以開嘴 那時候就已經二十五六歲了 也已經在做嚴格了 所以我們女兒子就是這樣說 已經到一定的年紀了 我現在剛才有什麼困難 所以也是要自己想辦法 不敢嗎 不敢 也抱歉 加上那時候是大人又犯罪 所以這個都是很多禮 是啊 就是這種心情 所以你們太太因為這支金 他怎麼... 你怎麼帶他就對了 不要這樣說 不是他這個原因 那時候也是 當時我們大學三年 就已經做會了 他也多了一段時間 就是說就是因為他看到我們的艱口 當初是我的科學書 也是他給我建議 因為我就應該已經走不下去了 他總是說 不然我那時候 其實我是不敢想 因為我一定大學的時候 都認真做嚴格 不得認真討厭 所以他說你對法律有興趣 當初是你所法律下 一定是你對法律有興趣 所以他就說你要課 我說你不知道 我現在這麼難課 你不知道嗎 他說 科學不是所學問題 科學是你要去做 不去做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聽他說好啊 不然我就來課 因為那個時候 正如說我們就已經在 營業方面 已經有得到這個挫折 我相信是說 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以很快 可以拿到一個社會 可以對你有些困難的行業 而且你可以一時 你就可以馬上得到一個 比較好的收入的工作 就是割這條 那後來科學有順利嗎 沒有順利 第一年他沒有條 但是第二年就條了 其實也算順利 算快 第二年算很厲害 多少人是科六七年 科不中 你那一年 科沒條 那年是六十幾年 沒條那年好像是兩百歲 你知道台灣的法律師畢業生多多嗎 對 大家也要科律師 科到那年是六十兩百三十一年 對 印象很深 那時候還不太課 我記得我科到那年是六十 都是優勢以來最低的 好像七八千年六十兩百幾年 有坐骨公的跟你們爸說嗎 口條鬆一口氣 因為說這個當初是這麼白骨 沒有顧爸爸的反對去做嚴格 是 鬆一口氣的話 那就是說爸爸我也照你的旗幻 去走 我也把這條拿回來 所以那不是說對他們的交代 那也是自己的 對自己的一個困難的 對 你爸有開始辦桌嗎 你才知道 真的有 大國人都這樣 我們駕駛到律師對不對 對 很難看 有大洋座 那些明明代表的大洋座 他好像有請一些親戚朋友 人年人曬 有請一些親戚朋友對不對 有啦 有啦 那時候坐在棕頭裡面 其實沒有幾個嘛 是 是 我講實話那個爸爸的快樂 爸爸搞不好比你還快樂 對 真的 可以去跟他講 是 我兒子抓到什麼 你知道嗎 對啊 不敢看 你就最好有冠心 我告訴我我兒子爸 你後來怎麼會又去唱台語歌 再繼續走這條路 不一樣 不一樣 我想說自己的聲音 自己的創作 沒有得到困難嘛 所以一開始是覺得說 很刺激就是說 怨天尤人就是說 為什麼公司不需要幫我好好做 其實那時候就是很高興 就是說都會怪別人 沒有要怪自己 其實自己的問題很大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我們出來得到這些挫折 之後我們自己也要想嘛 想說其實人就是這樣 一直要有些失敗 這裡可以好好地緩醒 所以好的夢想 大家為他失敗 對 好的夢想 大家為他失敗 對 就是有失敗過了 我們這裡是經營 我們想說要怎麼去檢討 所以做的事後 我覺得對我來說有很好的事情 因為我看到一些 大家比較不為人知的一些 一些人性跟一些社會的角落 但這些角落有時候是灰暗的 是不堪的 我想蘇律師他接觸的案子多了 那會有官司需要找到的律師 一定都碰到很大的困難挫折 阻礙 那這是大家看看 這是蘇明淵 說起來 你的人性 有一個東西都不便 就一直延遲到現在 謝謝 那主持人有說話 這是蘇明淵 這是妹妹對不對 這個是可能是鄰居 對 同樣 那這個是蘇爸爸 爸爸也很圓導 那個時候這樣算鳥 因為以前就流行喇叭褲 他又帶一個墨鏡 當然爸爸也算圓導 爸爸現在幾歲 七十九 七十九歲 爸爸這個蘇爸爸給你恭喜 你今天真的是出人頭地 又是那麼難考的律師 然後又是這個金曲台語歌王 我根本重點是 他又是那麼的善臉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牧姿 像明淵他爸爸當時 他這樣很高興 拿著簽約 拿回來看 爸爸轉而這麼的憤怒 這算羞辱性創傷嗎 其實也不能說是羞辱性創傷 羞辱性創傷要比較 就是要是明淵自己覺得被羞辱 比如說爸爸說你去出唱片 你怎麼可能 你唱得那麼爛或是什麼 爸爸其實 否定他的能力 對對對 但是爸爸做的只是 他對於他的這個選擇 其實明淵知道 爸爸是擔心 是緊張 他的那個生氣跟阻止 是自己做爸爸之後 知道他可能是為我 他真的在想說 我是在做為你好事 但是這真的是我們傳統父母 跟小孩最大的困難 就是說我們在面對小孩做選擇的時候 因為就是小孩已經長大了嘛 有自己的想法 他的長大的過程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他的選擇一定會跟我們不一樣 可是大部分的父母沒有辦法 在那個時候先去理解 會比較 因為想說那個時候 我本來一直說我要念法律系 我後來就突然跟我媽說 我要念新聞系 我是台南人 所以我阿公阿嬤都說不要啦不要啦 你去念法律系 結果我媽想一想 我媽就說他就跟我先長談 長談完之後他就說好 那你要 你就盡量考 如果考上你還是想填 你就填吧 然後他就真的擋在我阿公阿嬤之間 就是幫我抵擋掉所有的壓力 我那個時候不知道這件事情 是那麼難 我後來才發現我媽做到這件事情 了不起 很了不起 就挺你想要走的路 對 但是他後面有講一句話 我去念新聞系 我很後悔 然後我就說我其實沒那麼喜歡 我不想當記者 我媽就說那你自己算的 我就 就是我覺得那對於孩子來說 我覺得剛剛明淵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有時候要遇到挫折 遇到一些事情 我們才會知道怎麼選東西 有時候年輕的時候 我們真的會 就我自己也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我們在選那個東西的時候 就是我想要 我不要 那後來面對現實的時候 會開始想很多事情 可能還有發現自己也還有其他的興趣 或還有其他的什麼 所以我也是三十歲才轉行 後來去念智商 我去念 我要去哭心理智商 鎖的時候 我是哭到比較跟我們阿父說 我們阿父就說 你確定這一次不會選錯嗎 那時候我也說 又有挫折才會成長 我那時候也說不知道就算了 就是要打了 打了就知道了 所以那個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覺得對於小孩來說 其實面對父母 就是面對自己的未來 父母很擔心沒錯 可是小孩其實也很擔心 我也很怕我選錯 我又完全走跟你們不一樣的路 那你有過有過被羞辱創傷 是我就是小學的時候老師 就是那個時候比較像是 因為我是我是很會念書 然後可能就是有參加一些比賽 所以在學校算滿有名的 不過就是說老師一直覺得同學 跟我感情不好 因為我那時候很少待在學校 老師就 一直在比賽 對 老師就經常說 你們如果像中母子這樣 我就不會灌人 所以同學就也會比較 對我比較有一些敵意 就被你比下去了 對 結果就是有一次就是 老師就說要選全校模範生 就叫大家提名 結果有人就提名我 結果只有那個人選我 然後一票而已 對 就一票 這就是羞辱創 沒有 這個還好 這個還好 我那個時候想說這樣就算了 結果是老師就說 因為我那時候在學校很有名 我是自治市長 所以我去選一定會選上 那他說要叫全班同學上去講說 為什麼你們不選給中母子當模範生 所以大家就三十幾個人 就開始在那邊就是 就上去一個一個去講 為什麼不投你 對 我的天啊 這很生的 然後就上面大家哭成一團 有很多就是以前我的好朋友 大家哭成一團 為什麼 他們就覺得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們就 其實我覺得對於講的人 跟被講的人都是創傷 因為他們也不得不講 那他們就會哭 然後就說 你在下面聽喔 我一個人在下面聽 這樣算公審 就是然後那時候在上面哭的人 就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不選給你 可是我覺得模範生好像跟你不一樣 然後我那時候因為我不是那種 我就是小時候就是問題很多 老師說錯 我還會說老師你講錯這種學生 然後我那時候在臺下 我真的都沒哭 然後那個獎狀我後來也真的是拿到模範生 我那個獎狀也沒給我媽 我就丟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把我媽媽說這件事 就是我整件事情都覺得很丟臉的感覺 就是整件事情 比實在還沒猜狀 我如果有一項獎狀要跟老婆說 不知道會高興到 我就拿不到 拿不到 我之前每天獎狀 因為我跟我媽媽兩個是 就是相依為命 所以我只要有獎狀 我每天都是第一個拿給她的 很高興的 是 不過那次這個獎狀我就等到 因為這件事就是 那時候我覺得 我知道那個年代的老師都會想說 我是為你好 你就是同學也不喜歡你一定有一些 所以我要跟你講 但是那個時候的這種教育方式 其實對小孩來說 他只會記得那個痛苦 可是他不會記得 他其實應該改什麼 像我完全不記得同學 到底叫我要改什麼 就是其實完全不曉得 你現在還會談到那一頓 我覺得那個可能 真的就有羞辱創傷 對 就是他是比較不容易 然後可是剛剛明淵講的 我覺得爸爸比較像是 他是在生氣這件事 而不是去跟明淵唱 所以說我覺得你一定不會怎麼樣 那明淵你現在做律師 因為明淵的這個唱片專輯寫的歌裡面 有很多是他做律師的感想 那有什麼案件 你是覺得給你印象很深刻的 很有感觸的嗎 我新專輯叫做感嘆 感嘆的人生其實不是感嘆 你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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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嘆 感嘆 你感嘆 你感不感 人生不是 不是 其實不是能不能 其實大部分是在感不感 那裡面有一條歌 我和這個眼睛最多的刷 這條歌就是在寫我處理過的案件 眼睛最多的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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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寫一個一對無血緣關係的父子 當初是這個爸爸來找六十歲的時候 是拿他的診施 教他的一個診斟 他就我們看就知道了 這診施十幾年前 還沒離婚的時候 那個小孩還幾個月而已 交給爸爸來照顧 享用 來監護 過十幾年這個診斟裡面聲說 這個小孩不是你的結論 為什麼 是我當初是 在婚姻關係存續的時候 我跟懷了別人的小孩 受胎死的 因為我那幾年是婚姻推定 所以才推定說 這個我的當事人是他的父親 但是他被瞞了十二年 就有所想法都是很囂張 都會想說你一定很想起 你做人的老爸做十幾年 結果到現在還發覺說 戴綠帽子那麼久 也不是你的兒子 我的想法是說 不然你就寫他回去 我們就跟他講 這幾年來的護養會討論 還有爸爸說 律師 我要這個孩子 他說其實十幾年來的這個婚姻 他已經覺得這個孩子已經入不開了 感情 對 所以這個案件就要打冠西 冠西 這個否認子女之訴 就是媽媽要先把這個血緣關係否認 才能夠確認說 既然沒有這個血緣關係 也沒有親子關係存在 才可以把孩子帶回去 一開始其實訴訟並不順利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就是有法律的修改 然後本來是認定說 舊的法律是規定孩子出生後 一年內要提起否認之訴 那是消滅時效 但是你也知道這孩子已經12歲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會贏 結果打到一半 最新的大法官會議出來 就是經濟這個法律 他說這個法律其實是危險的 因為我們一年的時候 受到 而且起算的時間也不對 你不能用出席來算 你要用人知道的時候開始算 所以大法官會議修憲的命令 然後解釋下來之後 法官就動搖了 所以這個案件不然會贏 因為這個法令的修改 例如說海了 像不理他這樣 結果有一案子 爸爸怎麼靠我 他靠在電話裡面在靠 他說他每天都睡不著 小孩子即將逼他兒去 對 好不容易閉上眼睛 就夢到法院要派人把他兒子抓走 他說我沒辦法進不下去了 他說現在開兩邊 打到一聲就能反應而已 他要打到二聲 打到三聲 他不知道他人的接觸到什麼 他說他自斬不住了 我們輸都是好勝 我管理了 我就是要贏 都會這樣 每次都會這樣 但是這個案件 我覺得他已經自斬不住了 我們不可以這樣為了自己的輸贏 要把他打下去 不過我剛才跟他參加說 他叔叔說如果輸的位 可能連血緣關係都沒有了 血緣關係沒有的位 利連探視的權利都沒有 所以跟他參加說 沒有我們跟媽媽那邊參加 我們參加一個探視的訪環 不然他說好了 喬出來之後 我寫這條歌是教孩子 教孩子教給對方的那天 教小孩 那天 教孩子 他在我的宿舍 我看他爸爸 爸爸像我手牽手 向他跎大行李走過來 我剛才跟他說 你怎麼拿這麼東西 他說一些小孩的小孩 他的衣服 結果他打開記錄一下 拿出兩本送婆 裡面是那個小孩從一歲到十二歲的時候 事業的時候放下來的送體 我一邊一邊想說 心瘋啊 其實我覺得這小孩實在是有很奇妙的 就是說有一種愛 其實是比那個緣的愛還要為偉大 他有一種付出的愛 是一種到處保護的愛 對 媽媽要把孩子帶走的時候 孩子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啊 那個子在是很慘忍的 我當時說爸爸再見 我就覺得實在是 我總是哭下去 告訴你 你就對媽媽去 爸爸很快去給你看 看他一直哭 我總是想起說 才有這條歌的想法 這個爸爸是一顆刷 一陣風不小心飛到孩子的眼睛裡面 他想要待在那裡 那孩子也希望讓他待在那裡 但是無奈的是太多人要拆散他們 那怎麼辦 沙子要從眼眶離開 只能靠大量的眼淚 所以我看到這個庁面 我想說第一的想法就是目色 所以比較有這條歌 我想你可能那時候你也有哭 一定啊 因為我們做男爸爸的人 你看到那種庁面 你會有一些同理 真的 對 你沒辦法去對抗 再怎麼樣理性 你不可能會對抗 因為那個時候 你不是律師 那個時候 你是一個爸爸 你是一個爸爸 甚至你也是個孩子 你如果遇到同樣狀況下 你到底要怎麼樣來面對 其實 這很特別 律師自己面對自己的案件 然後身有所感 然後把它創作成一首歌 我相信特別感人 那你再繼續看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十九月簽約 要去做歌手 但是做到二十桶花了而已 就開始扣了書 就調了 那是怎麼樣 你現在自己要自費出專輯 而且是以前唱法語的 現在唱台語的 你的改變主要是 我要回討哥來告訴我們爸爸媽媽 等一下 不好意思 看一下這一張 金曲講台語歌王 老實講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是要跟我們爸爸媽媽說服 用他們教外的議員 因為我以前看他 看他跟他分享的時候 他都沒什麼感覺 台語是教外 我用這個議員 要跟他說服 這個孩子就是很單純 他就是要用歌 他就是要唱歌這樣而已 希望他可以支持我的 對 那時候是這樣 我是要做這個事情 主要是我有 有一邊因為我有騎腳踏車 公路車 我們要穿卡鞋 對 卡在那個踏板上面 有一邊就是 找到廠商黑白黑路 結果那路沒辦法 我現在騎下去 整個都翻過去 結果頭去咬到 結果噴去 我擦的時候聽到那個 救護車 音樂音樂聲 結果我擦到一看 我的手 整個插出去變形 已經很痛 很痛 我想說第一個想法是說 海仔看到我的手 怎麼變形 我第一個想法是 所以我以後要怎麼打去打 我不是想說我以後要怎麼打掌 我以想要怎麼打去打 所以救護車 把他送去那個便宜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 其實人就是這樣 在你最艱苦的時候 你想的事情 是對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那開桌子之前 我就卡進去錄音樂聲 我就跟阿布講 我說我要錄手臂 因為我想說人生這麼不像 可能因為你手指條 你就撒不出來那樣翻世 所以你改做的 但是你要把握 自彈自唱 你說我的手臂嗎 沒有 我的手臂也是一樣 就是有很多配器 那就是一般手臂 這組的整個都在做 所以這個出了臺語專輯 要得到金曲獎歌王 然後這個拿到的時候 家裡知道嗎 我希望他們知道 所以那時候大概進去典禮現場 給我們一個程序表 大概知道臺語項目 什麼時候要頒發 那個時候我就打電話回家 對 跟我媽媽說 媽媽 那個某某電視台 那幾盒你可以看到 可能我會像大家一樣 給你轉播喔 現場 其實我沒有辦法 我可以走開 但是我想如果如果我走開 我希望他們可以看到圍面 我就跟他講 結果真的我真的走開了 電視台結束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回去 接就是我接過我爸爸 我爸爸失智 接過我爸爸的外籍監護 他接電話 我說阿嬤有看嗎 他說有啊 他們都有 他說他們都有看 他說阿嬤有什麼歡迎 他說阿嬤在哭 阿嬤在哭然後他就說 他說阿公呢 他說阿公就是 阿公沒有講話 就是看著畫面 所以我想說人生就是這樣 就是說雖然這個小孩 當初是不聽你的話 這女兒不會哭 但是他也是會好想 也是照你的既夢走 現在 現在前度回來 他去對著他的夢想 所以這是他對你的交代 他也要跟你證明 就是說這段路沒有走 我當時的生活是這樣 爸爸那時候失智了嗎 已經失智了 那媽媽的哭 你覺得是什麼樣的哭 我覺得是同理是認同 是認同了 因為他第一個他願意 在電視上面看 然後第二個他也願意說 說來分享我的喜悅 所以我那時候想法是 總算收一口氣了 因為至少沒有違背父母的期待 然後又可以兼顧我的夢想 所以我真的蠻感恩 就是說本來一條路已經走不下去了 那老天給我second chance 開了另外一扇窗 搞不好老走就開在那裡了 只是我沒有認真去面對他而已 那還願意讓我再嘗試這個法律之路 還能夠讓我能夠以此為業 考上執照 其實我是一切都是很感恩 你剛才說你也是爸爸 所以你有幾個小孩 什麼 我兩個小孩 兩個女兒 你怎麼會影響他們的決定 其實其實有時候我會想說 看到他簽約回來也會不會 我那個大小女兒 我一開始我希望他討論 因為我爸爸已經叫你比較有的人脈 他要他如果課他就是 我才會說 那小孩兩個人拿你給我 結果他在這個學廁 他學生很好法律系 前一天來跟我說 爸爸我要念服裝設計 差很遠啦 差太遠 所以我那時候大概想了不到半小時 我就說 就照你的意思 就照你的意思 對 我就說照你的意思 因為我看到我自己 因為爸爸很矛盾 一方面不希望他 因為服裝設計 好像進入衝動 其實是假設 可能會遇到很多挫折 我們也不忍心 他遇到挫折 但是問題是他開心 他想學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到 我自己的經驗 我還是支持他 結果這個孩子今年畢業 他今年考了三次亞師 好不容易考到七點零 很高 七點零很高 拿到了一個法國巴黎 李洋商學院巴黎分校 那個是全世界Top20的管理研究所 前二十名的好學校 對 他考上了 恭喜 對 所以他就他就 他今年八月就要去 就要出去讀書 後來回過頭來我才想說 對 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照著他自己的想法 他念了有興趣 他就會往前走 後來我想說 你看這樣的學校 其實他也不是念最棒的大學 在台灣也不是 但是他因為他有興趣的情況下 他才能讀出成績 他有熱情 對 那二女兒呢 二女兒也沒念法令 二女兒現在大二 他現在念電機 你也希望他讀法律嗎 對 沒錯 希望有一個 但是一個已經 已經叛逃了 所以就落在他身上 但是他也沒興趣 那這個二女兒很有趣 所以他也耳濡目染之下 他也音樂也很在行 所以我的興趣有一個歌 就是好人難找 意思就是說 爸爸給他好人難找 你要看頭看尾 不是所有感情都可以走到哪裡 結果他要跟爸爸說 我沒辦法去找好人 我會照顧我自己 所以我把他拉進來 這首歌是一個婦女對唱 好棒 你為什麼對音樂 或者是對歌唱這麼有興趣 是什麼樣的才華 是天生的嗎 還是 就小時候爸爸有黑膠唱片 然後我會從裡頭去找到一些 我喜歡的東西 後來我國三的時候 爸爸送我一把吉他 我就用那個吉他把那個 我喜歡的音樂的 然後把它copy出來 就這樣一路慢慢自己 自己無私自通 然後後來上了高中 就開始寫作 然後寫歌 就一路這樣過來 我也不認為我特別有天分 但是就是我是非常喜歡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那接下來我們來聽Selina的故事 Selina說爸爸在你四歲的時候 全家破產 那是怎樣 就是我自己現在做個人品牌 名字叫大姐不跑三點半 三點半就是我人生 一開始的第一場悲劇 就是我爸四代我四歲的時候破產 那那個時候 其實生意你如果做得不好 跳票已經很慘了對不對 但那個時候有票據法 所以以前你如果跳票的時候 其實你是要被人抓去關 你要背前科 我爸在以前 他是做國際貿易的生意 然後反正生意就弄得不好 就跳票然後被通緝 然後那個時候我妹出生沒有很久 所以就是我媽我爸我然後我妹 我們就是連夜躲在 因為那時候就是白的跟黑的都在追 白的就銀行然後警察 那黑的就黑道 所以我小時候有那種記憶 就是黑道在外面出來出來 然後就是打破你家全家的玻璃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長大 因為黑道會追你债 然後我們就是只能這樣躲躲躲 後來就躲到台南的鄉下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窮到 所以黑道在打破玻璃的時候 你應該很恐懼 很恐怖 你看就是都過這麼多年 我沒有辦法去忘記 我覺得很多片段 很多破碎的記憶 他會留在你心裡面 變成一種潛意識 所以講到這件事情我就會想到 那時候半夜 然後你會聽到石頭砸碎玻璃 那種很刺的聲音 然後小時候醒過來就迷迷糊糊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會看到說爸爸把燈打開 我家那時候有一把武士刀 他就拿出來放在前面 因為你不能去預防說 那個他們會不會破門而入 那當然你一個男人帶著 把武士刀你想砍誰 但至少他要想辦法去保護 他在這保護你們防禦 對 至少我要做我能做的事情 所以我小時候就在這種恐懼裡面長大 就是被追債 然後家裡很窮 然後那時候妹妹剛出生 又沒有錢吃飯 就是沒有錢喝奶 就連奶粉都沒有辦法買 然後因為你爸又票據法違法 所以你也不可能去找任何正經的工作 你只去找到控制去看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就在鐵皮膚的鐵皮膚賣豆漿 早上我爸大概三四點 我小時候都會記得 晚上都睡不好 因為你會聽到那個 烘烘烘烘的聲音磨豆漿 然後再來是什麼 米漿 米漿要磨花生糙米 然後再來發麵糰 然後五小時開始不早 然後賺的錢真的不夠多 在台南嗎 台南在台南 賺的錢不夠多 變你週五再賣什麼 泡沫 紅茶 過燒一面 小時候就是這樣很辛苦 很辛苦 一直在那個貧窮線上掙扎 那個會 如果是早餐的話 說起來 是要很早就起來了 就是 那個很辛苦 因為我都睡不著 對 你可以真的想這樣 你可以想像嘛 那我父親他是一個 在什麼樣的情況是 他以前是大老闆 你那時候他以前我都還記得 我還在工廠的時候 我們家有噴水池 頂了噴水池 天啊 我在我家破產之前 工廠前面有個噴水池對不對 對 我就是 我就是一個千金這樣子 是不是頂樓有噴水池 然後我還可以就是 我還記得我還可以開著 什麼小火車在工廠裡面 開來開去 因為我是長女嘛 長女就是爸爸很新的 因為第一個寶貝 所以在破產以前 一切看起來很好 所以爸爸有救車對不對 爸爸有救車出家用的 應該是有 然後我們還有養狼狗 就是你想像中 所有大老闆該有的東西 我記憶中都有一點點模糊的印象 可是你看破產之後 這個以前跟日本人談生意的老闆 他要去給你賺一碗五塊 一支十塊的油條 然後去幫你擦你桌上的那些殘字什麼 所以他其實不好過 對 他其實常常處在很憤怒的情緒裡面 他就覺得我為什麼 我才有這麼壞名 我就懷財不育 我以前一個老闆 我現在要來做這些事情 那他會這個拿小孩來出氣嗎 我覺得對 就是這個就是我的童年 因為其實他很憤怒 然後我那個時候 你看他四歲五歲六歲 那我又是一個很小的小孩 我其實就是那種 可是你台語很道地 我台南人台南就是很會說 台南的鄉親對不對 但真的就是很疲 然後小時候不會看人眼神 就是你不會去懂得分辨 其實大人這個時候 你不要去碰他 因為他在氣氛很容易 他不高興了 所以常常就我不小心 可能去踩到他的神經 是 你上一秒都不知道 你講錯什麼話 你下一秒就被揍到爆表 那他動手的方法 被揍到爆表 真的是不誇張 就是最簡單的嘛 耳光 這是最直接的 那如果是像說我做錯事 像說可能考試沒有考好 說真的 就我成績也不是太好 所以常常考試考不好 他一直有一個很巨大的情緒是說 好像家裡這麼窮 然後還讓你去唸書 其實真的希望你要唸得好 然後希望你要出人頭地 後來也不用家人苦 對 我可以懂他的期待 但是其實唸書這種事情 哪那麼簡單 說能唸好就唸好了 真的不是你努力就可以了 對 所以常常在考卷發回來 或是說我去找到 因為我很疲的你知道嗎 就是常常在學校幹一些鳥事 然後老師可能就會投訴 然後罰櫃 然後扛椅子 這些都是小事 是 我以前最怕看到什麼 橘色的後塑垢 那個又粗又硬 那這樣像唸的時候 那個真的叫做唸 就是你下去的時候 你身體會立刻出現 誰這樣給你唸 我們爸 當然是我們爸 他就是會很憤怒 你是小女生耶 對 我小時候真的是被打到爆掉 就是你知道什麼叫全身開花爛掉 就是當他很憤怒在打你的時候 他不會太爛 他不會去控制他的情緒 也不會去控制他的力道 所以雖然說是 我是六歲 七歲 八歲 我一直被打到小學五年級 被打的記憶永遠是 你知道那種打到 你會看到手上一條一條 然後一開始先是紅的腫起來 對 然後過陣他就轉成青黑色 對 然後你如果打在屁股 你一個禮拜坐到椅子都會這樣 吸口氣 因為很痛 很痛 那爸爸會內疚嗎 這樣打你 其實我覺得用情緒 走在前面的人 其實最後當你冷靜下來 你會發現我做錯事了 可是做錯事情 他就做錯在那裡 那他又是個大男人 所以他沒有辦法 去好好地跟你說 對不起 我那時候情緒失控 我爸那時候會做什麼事 他就是氣消了 他就自己默默的騎手機出去了 然後回來的時候 就有一個小紙袋 然後就拿給我 然後那時候用怕跟迷迷冒冒 的時候其實還在很痛 可是你拿東西給我就拿 打開 是漂亮的鉛筆 跟漂亮的貼紙 你知道 那就是他在跟我說對不起 他沒有辦法說 可是你知道 我就這樣子長大 我就累積了兩大桶 這麼大桶的鉛筆 都是什麼公主 獨角獸 很漂亮 漂亮到你捨不得拿來用 然後我還有可能十幾本吧 貼紙收集冊 裡面每一張漂亮的貼紙 都是被打過的痕跡 那你會很渴望 爸爸對你的關愛嗎 一定的 我覺得 會用成績來給他表現嗎 我很想要成績 但我做不到怎麼辦 所以因為成績做不到 我就會去想其他的方法 因為我想要告訴爸爸 我是個值得被愛的人 那是不是我再乖一點 我再做得好一點 你就不會想要打我 然後你也會稱讚我 那可能你也會以我為榮 所以念書不行嘛 那沒關係 我就去找其他事 那我發現說做文比賽 怎麼演講比賽 說故事比賽 只要有比賽我全部都去報 一方面我家很窮 我想要那個獎品 都什麼讀書 禮卷 很想要的 那二方面其實去比賽 我真正在意的是 當我站上去 然後人家說我贏了 我很棒的時候 我想要讓我爸媽看到我的價值 有過這樣的機會嗎 我獎狀很多 很多什麼地步已經 但是因為我家鐵皮 我家就是那種 反正連牆壁都沒有的狀況 所以我的獎狀 就這樣一張一張疊到最後 就拿一個很大的黑色垃圾袋 全部把它包在裡面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收呢 因為每次我爸如果有朋友來 說真的一個以前的大老闆 現在這麼落魄在賣豆漿 朋友來的時候他能談什麼 談一點當年用 然後更多的是他就從那 把那黑色垃圾袋裡面獎狀拿出來 給他朋友看說 我們女兒子很厲害 然後他越這樣子做 我就越覺得 就要更增添 這樣的這個獎狀給他 對 我就會覺得說 這就是你會愛我的原因 我讓你很驕傲 然後當他在跟朋友炫耀 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被肯定了 那這種心情 就會讓我再不停地努力去追求 然後拿到更多比賽去告訴我爸爸說 其實你要很驕傲 因為我真的很棒 木珠這是什麼樣的心理 我聽得很心痛 真的大家聽了都很心通 尤其其實我們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其實看到很多這樣子的故事 然後就是當然完全可以理解 爸爸媽媽那時候有他們的困難 但是那個困難跟情緒在那個時候 爸爸媽媽的習慣很容易會放到小孩身上 那對小孩來說 其實他們是沒有抵抗能力的 他們也沒有選擇 我到現在聽Selina在講的時候 都還是會講說 我那時候也很驚傲 可是你沒有驚傲到需要被打成那個樣子 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孩子都會覺得 那個時候我被這樣打 是因為我不夠好 我不夠乖 我沒有做到好事情 讓爸爸媽媽可以不煩惱 不擔心 我覺得這是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孩子就算長大 我看過很多孩子 他就算長大 他還 他可以講出說 我很氣我爸 我很氣我媽 我很生氣 可是他一邊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其實他一邊是在期待 他們有一天可以變好 他們有一天可以不要不要再講一些 會讓我很傷心的話 會羞辱我的話 或是會 會傷害我的話 我期待有一天你們可以變成 我理想中可以給我愛的 Selina這樣算是羞辱 羞辱創傷嗎 其實像這種家暴就是非常標準 因為很明顯他做這個行為的時候 然後小孩不會懂說是爸爸情緒有問題 小孩多半會覺得是我做錯事 所以爸爸才會打 因為爸爸會打的時候 一定會說是你做錯事 就是因為我不好 讓你這麼生氣 所以全部都是我的錯 因為如果我很乖 其實家裡大家都會開開心心的 你就不會打我 所以一切都是我不好 但是老邊那個生理失敗有當時 那個生態走起來 你都不知道那時候哪裡 你哪裡犯錯啊 不過就那個台語叫什麼 起消金 起什麼 起消金 你就整個人就瘋起來你知道嗎 這台南崩壞啦 超強的 好等一下繼續分享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因為爸爸生意失敗 後來這個去賣早餐 老實說賣早餐賺郵寒很辛苦 那聽說國中開始 你為了增加家裡的收入 你也開始出去賺錢 而且我賺錢的方法很厲害 就是我一開始國中的時候 我是在班上幫家裡賣麵 就賣鍋燒藝麵 我就會在下課第二節的時候發單子 然後問大家今天有沒有人要訂鍋燒藝麵 然後本日有特餐三杯雞一份多少錢 錢太想的 大概第二節下課去卡到位 跟我們討論今天有什麼訂什麼東西 然後中島他們再調都不來 把那個餐送過來 我就開始發現說獎狀不行 那就是用錢 如果家裡這麼窮 我是不是可以幫家裡賺到錢 大家會高興一點點 所以國中還比較單純是搞這個 我覺得後來找到更好賺的方法 叫做寫言情小說 我從高中開始寫大概十五六歲 十五六歲就寫言情小說 給三四十歲的人看 這樣好賺嗎 好賺嗎 很好賺你知道我寫一本 那個大本萬聖一本是五萬 當年的五萬耶 二十幾年前 這樣一本要幾個字 十萬字 對 但因為我那時候就很偷懶 我都會空白 然後就是斷句 然後白句話寫成二十個字 一個字五毛 然後他們兩個開始接吻 然後就點點點點 這樣子就賺多少了你知道嗎 就點點點點很多 然後還有那種 兩個人就上床 點點點 我沒有寫那個 你不要這樣 我們還寫這個 那個就不是言情小說 那個叫色情小說 我沒有寫到那個 我都寫純愛 然後還有短篇小說 一個字一點二塊 對 那時候就這樣寫三四十本以上 然後一本五萬三四十本 就一百多萬了 對 因為有一些是短篇小說合輯 但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高中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還在那邊上課穿制服 我是那種支票會寄到家裡來 然後第一次 這輩子拿到支票 那感覺很感動 然後呢 我媽就帶我去銀行 然後開了一個戶頭 然後填寫 然後去把那票押進去 然後就拿到本子 跟拿到提款卡 然後我超帥的 我就跟我媽說 你拿去 你拿去 不要把我拿去 你企業家的口吻 我跟你說 那叫傻瓜的口吻 因為有一天 當我想要買一個愛華的音響 給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聽音樂 早期很有名 對 你看我們同一個年代 我們就知道什麼是愛華 現在小孩沒人知道 那是什麼 所以就想要去買 然後都看好了 我就要跟我媽拿提款卡 結果我媽就突然翻臉 就暴怒 我完全就不知道說 你現在是怎樣 他就突然很生氣 然後就從他的那個抽屜裡面 拿提款卡就摔給我 我就覺得 不然你現在是怎樣 也沒有去問他 但我就去拿提款卡 然後放進ATM裡面 我連一張鈔票都領不出來 沒有錢 存款餘餌為零 你不是存很多錢是不是 所以他為什麼那麼憤怒 其實是他沒有辦法面對我 因為他把他花光了 他沒有辦法告 看著我的臉告訴我說 你存了那幾十萬 我全部都用掉了 為什麼他媽媽要這樣生氣 其實這就是我們有一句話 他叫惱羞成怒 這個這個很明顯是 其實我覺得媽媽一定知道 你賺這個錢也不是那麼容易 你那麼年輕就可以存這個錢 然後可是媽媽可能有一些原因 把他花掉了 然後他又覺得這件事情被你發現 因為他應該是賺錢養你的人 可是變成是你賺錢 然後他也把他都花掉了 他覺得很丟臉 他可能也有想過說 他某一天要補給你偷偷的 讓你不發現 他都會這樣想 有一天 但那一天始終都不會到來之類的 然後就是想說這樣你不知道 那個爸爸媽媽的面子掛不住的時候 就是那個偶像包袱 只好用很生氣讓你不敢怎樣 就是那個生氣是一個保護自己的 一個防衛機制的確是 那你上大學也打工嗎 就是打更兇啊 因為其實你都已經到合法的年紀了 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那我就會選時薪高的 時薪最高是什麼 家教 我就當英文家教 我其實超感謝那個 一直僱用我 一直僱用我到研究所 還請我幫他女兒做家教的那個媽媽 他們家開營樓 然後他超好的 他都是每個禮拜兩堂課上完 就我要上完課下樓的時候 他就拿信封袋 然後千元大招放進去 然後兩手跟我說陳老師辛苦了 我就靠這個 然後跟寫言情小說 還有我去當教授的助理 就是這樣賺了更多錢 然後那個時候也很傻很少 就是我只要是賺到的錢 我全部扣掉必要的吃飯錢 因為我還住學貸款 所以我沒什麼買到 然後住宿舍 我都拿回家 因為那時候我爸一直告訴我 他的大招要入港 你要賺大錢 就是我爸後來 他就沒有辦法干預 做一個安靜的人 他會希望回到他做老闆的 那種高光時刻 所以他都在做一些 我自己看起來是 沒什麼可能的行為 但他講得好像真的一樣 他說我們賺到錢 我們要趕快移民 因為我們賺太多錢了 會有人基於我們 他是認真的 他到現在還是這樣 真的嗎 爸爸現在還是這樣 我希望我爸媽 不要看到這一集 所以你到大學打工的錢 還是都交給家裡 我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這是很驕傲的事情 你知道那個驕傲的心情就是 我長大了 然後我這麼棒 你們解決不了的問題 我可以幫忙解決 然後把錢給你的時候 你應該要很以我為榮吧 就是這個心情一直延續下去 所以我真的是最慘的情況 曾經有一次 我回台南 然後我媽在跟我說沒錢 我就皮包裡面錢都給他 結果我少留一張 結果坐火車從高雄 我念中山 所以從高雄回台南的時候 回高雄的時候 發現完蛋了 我扣掉車票檢 剩下二十三塊 我真的印象超深刻 剩下二十三塊 可是我要到禮拜五 才能夠再領到 那個禮拜家教的錢怎麼辦 我有一個同學是台東人 然後他那時候回家 剛好去買了一盒 大甲奶油酥餅回來給我 我吃那盒吃了一個禮拜 可憐 我現在看到那個 我都會怕你知道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但是看到那個奶油酥餅 我真的很怕 因為你也不太可能 跟同學借錢 說不出口 然後想說反正就這幾天 就蹭一蹭 英雄就是會被小錢這樣子 就是這樣為難 也沒有英雄 但是就是只要是人 都會被錢逼到你知道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舌英長 後來聽說你病倒了 因為其實你看嘛 我從小到大這樣子工作 人的身體是肉做的 那我小時候不懂嘛 就尤其是我們一直都覺得說 好像我再努力一點 我就可以逆轉我的出身 我再睡得少一點 然後我再努力的時間 別人家多一點點 我們有一段時間 一直很鼓吹這種觀念 那我也這樣想 所以我都知道啊 你知道天亮之前鳥會先叫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都熬夜在寫稿 我都沒有睡覺 然後早上去上課 然後可能也是不太清醒 然後就反正整天呼昏欲睡 然後下午跑家叫 然後下午可能又去戲辦公讀 那最後我在大三的時候 對 我就生病了 而且那種生病 不是什麼小感冒什麼 那個病叫做後來就是去跑高 因為一直查不出來 才知道說那個病叫 滅餓關節炎 它是一個 你知道對不對 因為它跟精神狀態有些關係 是在情緒狀況不好 高壓的情況 是要容易得的一種 很特別的病 那得那個病 最具體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嘴巴打不開 我一天早上醒過來 就要吃麥片就發現 怎麼都放到我嘴巴裡面 然後放了半天 好奇怪喔 現在想著我拿鏡子一看 我以為我嘴巴打開來 沒有 大概只有一條縫 所以我的那個湯匙 只能打到我的 打到我的舌頭 跟打到我的牙齒 真的嚇到你知道 你那一天突然發現 你的身體不是你能控制的 然後就趕快啊 就去看醫生 然後我大概看了一整年 有就什麼藥都吃 然後後來醫生一面再看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這個病其實跟我的免疫啊 跟我精神狀況 都有很大的關係 那時候多慘 我到中午的時候 會全身冒冷汗 然後呼吸困難 然後眼前發黑 我感覺好像 那種感覺 然後不太吃得下 然後整個臉都是爛的 就長滿痘痘 就反正所有的內 內分泌什麼全部都完蛋 然後醫生跟我說 你要先搬去一個 安靜的地方睡覺 因為宿舍干擾很多 他說你先睡 睡好你才有辦法繼續康復 我就去找啦 可是你知道住宿舍一個學期 才幾千塊 住外面一個月 我們那時候套房啊 就是比較便宜的套房 也要三千塊 我找到一個蠻好的新的 然後採光很好的 然後我就打電話跟我爸 在現場房東那邊 我就想要當場 看能不能簽下來嘛 然後跟爸說爸 你也知道我破病了 你不是說你住宿舍要入港 我想說我這個地方睡下來 住宿舍我現在手上沒什麼錢 但是你過年後 住宿舍你自己可以幫我 如果我來處睡 結果我爸就在電話那頭 他就沉默了一下 他之後他跟我說 你不要搬 你這樣我壓力很大 我當下真的不曉得要接手 你知道嗎 就是我就 我不記得我說什麼 就隨便掛掉電話 然後跟房東太太說 我再跟你儘快答覆 然後確認他走出去之後 我就走到那個房子後面 水溝蹲下來 就哭了很久很久 就是太難過了 哭到我沒有辦法停下來 就哭到你知道 哭到最難過的時候 是你的所有的洞 鼻孔 耳朵全部堵住 你會耳鳴 然後你會頭痛 但是你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就是一直不停不停地哭 為什麼這麼難過 我覺得那是一種 被遺棄的感覺 因為你看嘛 我前面都在拚了命的 就是說我有一個寄託說 我想要讓我家人開心 我想要讓我爸驕傲 然後我爸說他快要成功了 所以我就是那個幫他一把 孝順最棒的女兒 結果當我自己快要不行了 我生病成這樣的時候 我父親告訴我是 替我做這件事情 讓他壓力很大 然後他完全不管我真的 已經生病了 他說你不要搬 一個月才三千 而且給女兒休息養病 對就是說 他顧得了他自己 但他不顧我 不管是什麼理由 但當下他選擇就是 他希望我不要給他找麻煩 所以你知道那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一個人生的分水嶺 我在那一天我醒過來 我發現如果我不替我自己著想 其實沒有人真的會幫我 當我生病倒在那邊的時候 只有我自己才可以幫我自己 你會萬分爸爸還是媽媽嗎 很久以前一定會 我覺得我在滿早之前 是一個憤世技術的人 我非常怨恨自己 被生下來這件事 所以我其實有很長一段時間 就是我覺得我很慘 而且我一直想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是我 我做了什麼壞事 為什麼別人 可以在好好的家庭裡面長大 然後我要去面對這些 然後為什麼我的爸爸媽媽 要這樣子對我 我就覺得 如果虛長你幾歲 我覺得人生有意外 這難免 有做行李失敗 想到現在不可能碰到什麼 可是我覺得給小孩的愛 不可以缺少 所以這個事情 你現在已經放開好 我看現在很開朗 我覺得其實 為什麼會想要講出這些東西 最重要的是說 你說出來 然後表示說你已經過了 然後你也讓身邊的人知道說 其實有這些經歷的人 沒有那麼少 其實你不孤單 而且以前我一直想要一個答案 但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很多事情 你不用一定想要去解釋他為什麼 你還不如好好的走向你自己的人生 你還有後面還有很長的時間